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报》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禅 另外还有我们的宜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发生在没几天前 11月11日星期一晚上7点48分的时候 这宗珠海体育中心越野车撞人事件 导致现在看到那个伤亡数字看到真的相当惊人 就是35死43伤 因为当时看到很多不同的网络的影片 可能真的那个环境附近的范围就很大 也都看到很多不同的市民就摊在地下 一时之间大家都估计不到那个伤亡的数字是怎样 一看到公布出来 我真的吓了一跳 是啊 这么严重的事件是近年都极少见 你根本没有听过 而小估不到一个本身都是宁静的晚上 出现一个这么巨大的可以说特大案件 而导致这么多人死伤 我昨天听到这宗新闻觉得是什么事 那个人是不是发什么神经 那我们一见到官媒都有出了文章 狠狠地批评这个疑犯 说他任由心中的不满 就吻灭了他的人性和良知 他的行为罪不可恕 也都说到这个疑犯是心理何其扭曲何其阴暗 那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疑犯的背景是怎样 看到报导所说 他是一个62岁的大叔 他案发当日就说 拿着这辆小型的越野车 就闯杂 就强行进入了体育中心的范围 乱冲乱撞 因为在那个范围里面 那些道路 其实有些朋友仔 有些市民在锻炼 在练什么运动就不知道 所以其实本来有如台所说 一个很宁静的小区 那个位置是有些路在 但是就被市民在做一些休闲活动 一般来说 你去到晚上吃完晚饭 自然也会有些年纪大的人也好 或者一些年轻人也好 都会在街上做一下运动 锻炼一下身心 是很正常的 平时都几乎每天都有 但是就是小估不到有个这样的癫痘 这些车是特意撞到很多人的 他在撞完人之后 就是想着驾车走的时候 也被赶父去到现场的公安民警 就当场控制住他 民警当时就发现到他 这个姓范的疑犯 就在车上拿着利器在那里自残 就立即制止他 也把他送到现场救治 他的颈和其他部位 都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也有昏迷 也说他是在救治 所以暂时来说 是接受不了公安机关的讯文 这个狂魔他这样做 要拿着车在那里乱撞人 那发生什么事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无差别的袭击 还有对于这些无辜市民 为什么要拿他们来泄粉 那他有什么那么愤怒呢 话说他近年来说 和他的前妻因为离婚的问题 一定要有财产 要看看怎么去分 似乎他很不满 是不是分了给前妻有多少呢 还是他想一元都不分呢 话说他先后都到过基层人民法院 和市中级人民法院 去提民事的诉讼 似乎他也是不服判决结果 也都再提要他再审 目前来说 案件也是再审 审理过程中的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间会瘋了 要这样去做呢 那说回先 我都猜到的了 有些人一定会说 龟根究底 是不是内地的司法制度问题 导致有这样的电脑会出现呢 看回了 也都说的 有现场的勘察 视频的监控 证人的证件 以及一些电子证据等等 其实已经是查明了才有分配财产的判决 但是这个姓范的疑犯 都是对于分割的结果不满 下意就瘋成这样了 无论你对判决有多少不满都好 你都应该要从法律途径来解决 我自己的估计可能他就觉得有种很绝望的感觉 再加上他可能自己本身在精神上都有偏差的有问题的 继而就做出一些这么为恶劣的行为 然后还搞到这么多人伤亡 我觉得这种人死了百次都难以彼補 这次是过错的 所以你看到了 《南方报》发表了一个评论文章 真的写得很贴切这件事 说这一宗不是一些简单的交通事故的案件 是涉嫌以危险的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 那个性质是极其恶劣 还说你令到35条无辜的性命就这样就没了 35人就牵涉了多少家庭 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去数 而且会带来社会很恶劣的影响 还说这个姓范的疑犯 你没理由不知道这样驾驶车 这样去冲撞市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所以他是任由他心中的不满 而做出这种鸿灭人性和良知的行为 真是罪不可恕 所以说必须要严厉谴责和依法严重 是的 我相信这个人 这个位范某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了 我们只能够静待有关当局来如何处理这件案件 如今最令人痛心的就是死伤家属 之后他们可能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有死了的家属 当然非常伤心 如果受伤那些 目前那个伤势又如何呢? 我看到目前最新的通报就说 伤者是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会不会有其他后续的问题 或者成为一些长期病患 这件事我反而非常担心 例如有一些内伤、骨折、心理阴影 都是其他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本身会不会有伤残 很多不同的想起都叫得人害怕 我再说回 相关的文章都说他应该知道自己罪业深重 当他停下来 老人转转转想想 知道自己大件事了 所以揮刀自残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所以这篇文章都说 是不是作冊心虚? 是不是不敢面对法律制裁人民的审判呢? 因为你自己生活不如意 但是就伤害其他热爱生活 热爱运动的普通人 所以说他的心理是何其扭曲 何其阴暗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见到一些朋友 可能吃完饭 下来动动一下 帮助一下消化 其实很健康的 或者很正向的一些朋友 竟然会遭受到一些这样的意外 被这些防摩冲进来 将他乱撞 即是大家想不到 那里会出现一辆吉普车 突然乱撞 你都不知道怎么走 很多人都是在马路边走路 散步 或者锻炼身体 你细猜不到这个癫脑是横冲直撞 继而就导致大量的人伤亡 而这件事呢 我看到了 可谓是触动全国的舆论 大家在网上 尤其是社交媒体上 有大量的人在讨论 是令人极为心痛的新闻 不过我也有留意 外国媒体是怎么报的 首先就是BBC BBC就很差 简直就是在伤口耍炎一样 落井下石 他没有 虽然没有 但是他用了一个很恶劣的手法 他就集中报道有名BBC的记者 他叫做Steven McDonnell 他就在现场尝试去进行一个报道 但是当时就有位人兄就来去 尝试阻止他 继而他就与他发生冲突 估论究竟他合不合法 可不可以在现场报道也好 但是BBC就把这个事件放到很大 还说到好像是中国打压他的新闻报道的自由一样 是的 他跟一名人士 不知道这名人士是一般市民还是一些工作人员 但是那名记者就跟那名人士发生一些肢体的争执 然后BBC就把这个事件放大来报 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是有打压他的自由 或者是在打压新闻的自由 但是其实没有的 这宗新闻在中国国内各大舆论正式的媒体 传统的媒体 甚至乎社交媒体都有大量的转载和讨论 我看到这种情况 我就觉得BBC真的在伤口耍炎 其实是很坏的 他们想凝造出一种效果 就是西方媒体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报道 有些什么不见得光 有些什么是想封锁消息 有些什么是不想让人知道 当然这样的话 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创作空间 就叫做写在后面 那些人性黑暗在BBC就看到了 不如我们说些人性光辉 一些 这宗悲剧发生之后 因为很多朋友就受伤或者送去医院 因此看到医院方面也有大量的市民 就很自发地希望帮下手就是捐血了 因为可能要紧急输血 或者可能突然间出现大量血液的需求等等 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去排队 你记住 排到夜晚都还在排队 排到深夜的时分 看到相关的珠海捐血站热线的工作人员回复都说 是有这样的事 因为有些媒体摆了一些照片 拍着人头涌涌 有些人不知道究竟是旧想还是新想 有的 说回深夜自发排队去献血 也看到相关部门的效率真的做得到 马上要组织去调度 珠海、中山、江门等等的急救力量去到现场去帮忙 一共派了36架救护车 你想想想 你有多可见到有这么多的救护车 在这里要去帮忙救援 我们平时看到几架都觉得很大件事 今次是36架 今次的事情是很瘋的 那位兇手 我是想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懲治这个人 要他如何懲罚他还回这笔血债 一个瘋子就做出这么大型的案件 不过从中我们也看到人性的光辉 很多人都很热心 立即是涌入去捐血 过往来说 有人说中国人很冷酷 不是的 在这件事上 我认为中国人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为之要热心 当有事发生的时候 投入的力量是很巨大的 我们也看到习主席都出声 高度重视也要作出一个重要的指示 就说这宗案件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性质极其恶劣 要全力救治受伤的平民百姓 精心地做好 对伤亡的人员和家属的安抚 还有提到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一定要深刻摄取这些教训 举一反三 加强风险源头的防控 及及时化解矛盾糾纷 严防发生这类型的极端案件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及社会的稳定等等 我们也看到这个很重要 要举一反三 可能大家会焦点在这一宗案件 但如何防范于未然 虽然这些是个别事件 有这样的人 因为自己 你和你老婆 即是前妻之间的问题 这些金钱上的 可以说是糾纷 因为离婚要分身家 你们至于私人的事 为什么要拿无辜的平民百姓 来摄奋 或者你自己还没没命 为什么要拿人的命 你没有钱 即是你不见了一块钱 没有就不见了 可能我们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人没有命 到最后你自己自残 这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是很难的 如何去及时化解矛盾糾纷 看看会不会有些人 已经开始神经失常 或者说一些说话 隐隐言觉得 好像出现了反社会人格 这些可能真的要看看 再来说 连国务院总理李强 作出了一个重要批示 说到要全力抢救商人 稳妥做好善后 还有尽快查明安情 还有依法厌情空手 要厌防 做好风险隐患 和社会矛盾的排查化解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我看到有些人很坏 对于说 说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大局稳定 等等这些说话 要如何去稳定 社会 就写到很多阴谋 就写到好像很坏 是否要压止大家再继续说下去 社会是被你压制得很稳定 但隐伏了这些在的时候 突然间有大爆发 就会杀手不及 这些人是很坏的 我有时想 难道你希望社会乱吗 社会稳定 要求社会稳定有什么错 请问 当然没错 有些人只用西方一套话语 为什么中国不停要求要稳定稳定稳定 其实就要压到任何的言论 或者声音 这种理解是极之错 而且是错了很多年 但始终有些人都相信这一套 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 但我都认为 维持社会稳定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至于习近平主席和总理李强所说的话 虽然在字面上 是要求有关当局 要尽力排查社会隐患和化解风险 我认为这句话更加可疑 去落到每个人 我个人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要主动 要有这种意识 要保持社会稳定的意识 你身边有没有人 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又或者有些糾纷 例如商业上 甚至乎法律上的糾纷 还有多点留意下身边有没有人 心理上有什么问题 从而主动去帮助你身边的人 其实这些小小的行为 我认为是可以有效地 做到化解社会矛盾 不要说到社会这么大 化解社会矛盾 这些是政府的责任 不是的 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识 这样就能够做到 一起来到化解社会矛盾 排除风险隐患 因为人口这么多的话 不是各样都可以靠政府 或者不同的机关去做到 一定要由我做起才可以 多些去关心身边的人 多些去体谅一下别人 或者帮得到就帮 我想社会自然会变得更加美好 记住 看到中国内地的社会 大家生活得开心 生活得和谐 或者看到社会稳定 其实真的有些人很坏 很坏的 肯定都要说 现在这么稳定 这么磨砾 大家这么开心 假的 一定是国家做到什么手段 压止到人们 不敢说 他们是假的 这些这么疯狂的 其实他们都是另一个层面的 心理扭曲 和出现了一些精神病 我也认为 这种心理扭曲 是不停宣扬一些 可能对社会构成风险的 言论 我们认为要有自觉的意识 你要有自觉去判别 什么说话是合理 什么说话不合理 国家开放这么多年 已经有今时今日的成就 大家都可以安居落叶 晚上吃完饭可以出街 几乎是没有任何风险 你不像在英国、美国那样 晚上下街跑步 可能会被人打劫 在中国没有这个风险在 我认为这个警方是大家需要 珍惜 好吧 我们今次暂时来到这里 希望事件就尽快 可以处理得更加好 可以帮到身边有需要帮助人 好 来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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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